这一颗火龙果有意放到一个墙角下养护 所以现在长出来的这些枝条也比较细小 而且又达不到我想要的一个造型 我主要是想要把它这些枝条下垂下来 但是发现这些枝条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期打算给它进行一个大的修剪 这次我给它修剪的话主要是剪这两条 直接从这里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它会从这些芽点的位置长一些新的枝条出来 然后就往下垂 大家看到没有像原来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从这个位置剪掉之后它长出来的枝条就往下垂 这样就好看了 那么像这两条的话它也下垂不了 也给它剪掉吧 那么这一条的话由于下垂的太长 所以给它剪短一点 还有这一边这一条也是给它剪短一点 还有这一条也给它剪短一点 这边这条也给它剪短一点 好了剪完之后接下来就是给它补肥了 因为补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不补肥长出来的芯芽再多也不够强壮 所以这个时候我给它补肥的话 使用的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坚持一个月给它补一抓就够了 不需要多将它浅埋起来 现在它的新枝条还没长出来 长出来的话再给它慢慢的下垂 下垂一圈 让它往一圈下垂下来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尤其是像这几条的这种状态 好了 这就是我养这颗火龙果需要的一些养护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